政府為了興建蘇花蓋 但在宜蘭南澳的五塔隧道工程 遇上了居民的反彈 三月二十一號 南澳公務段 再度向五塔居民進行施工說明會 希望能夠讓隧道工程如其進行 政府單位就希望要節省經費 所以也確實當初在這個部分 在這條選線上 在五塔這地方是以高價的方式來經過 聽聞施工單位提到節省經費 居民怒火中燒 貫穿五塔村後山全長約四百六十四公尺 造價二十六點二億的五塔隧道工程 被村民怒斥規劃路線 嚴重影響部落安全 但五塔隧道早已經從規劃 進入到工程發包階段 全民喊停工 居民的堅持交通部做出了這樣的回應 處長如果說堅持他們堅持不要走這一條線 你都已經發包了那你們接下來的步驟是什麼呢 大概就是解決重新做環差 環差就是做重新的規調 大概就是這樣子 蘇馬改是否會因為五塔隧道工程出現了居民的反對聲浪 而影響全線完工的進度 交通部僅以尊重名義做回應 五塔隧道蓋不蓋就在居民與政府雙方各持立場的情況之下 現階段出現了停擺的狀態 記者8656 宜蘭南澳採訪報導